第1661集 楚风心中腻歪 眼底深处冷冽光芒一闪而过 他点了点头 好 他脾气也上来了 原本还想悄无声息的顿走呢 就此事了夫一去 深藏公语名 然而 这群人都追来了 不让他走 究竟什么意思呢 难道要困住他吗 既然如此 那他索性就留下了 他赢了那么多秘境都没去收割呢 这次不管怎么说 先去给祸祸了道 既然你们不让走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该是我的我都收割 一根毛都不留下 楚风如是相当 众目睽睽之下 他觉得某些人不好食言 无论如何许诺的秘境 也得让他进去采决造化物质 曹德 你还是离开吧 雨上天尊出现 他露出凝重之色 他想护送楚风离开 不然的话 别说五疯子的真身 就是显化一道化身 也是世间无敌 谁能挡着五疯子呀 真要对曹德下手 多少人拦着都没用 都要跟着死 没事 我不走 楚风回应 雨上天尊有些焦急 暗中传音告诉他 必须得离开 不然的话 有性命之忧 楚风叹气 老天尊对他不保 他也没有掩饰 暗中回应 有自保之道 其实吧 他是觉得 即便有老天尊庇护 也很难离开 毕竟战场上的天尊数量 可不是一两个 达自卑的人 一向光明磊落 不杀五疯子 我不会离开 许多人文言都是一阵无语 你还真是能吹啊 除非离达再生 不然谁能杀五疯子 同时也有很多人想说 你举什么例子不好 非要说达自卑的光明正大 这全阳间人都不服气啊 黎达 史前赫赫有名的大黑手 从来都是从背后 打人黑砖 砸人闷滚 总是喜欢下黑手 当然 人们也承认 他原本就强大的离谱 天下无敌 可是 那下黑手的习惯 从来就没改变过 曹德回来了 进入战场 顿时引发雍州阵营 无数少年强者欢声雷动 如同潮水一般 接近沸腾起来 即便是湛州与贺州的人 也都露出异色 一些年轻人甚至跟着共鸣 跟着热议 在他们看来 今天曹德之战绩 太惊人了 如同史书中记载的神话版 图大圣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呵斥 五疯子一路大追杀 最为关键的是 五疯子离开了 别管什么原因 五疯子的魔性消散在天边 这无疑成全了曹德之名 前辈 我究竟赢了多少个秘境 咱们算一算吧 楚风开口 当着所有人的面 在三方战场上 清点战利品 他租了一群胜者 将这个级数的秘境 全都赢了过来 整整十个秘境 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而后 他又击败历尘天 这可是大赌注 他必须得仔细算账 历尘天这么费差 只赢了五个秘境 当听到具体秘境书后 楚风脸色微黑 顿时感觉心情不舒畅 比他预估的少多了 南部湛州的进化者 听到后脸色更黑 也只有你敢 这么说是废柴 你换一群人试试看 早被利尘天横扫 于血洗干净了 当然 他们的心也在低血 五个秘境 这当中 天知道蕴含着多少造化 真要是挖到一株 类似荣道草般的天物 那价值让天尊都会眼红 怎么这么少啊 他身为大圣 居然没能够横扫压生领域 真丢人啊 居然不是十个秘境 当听到楚风这么愤愤的嚷道 对立阵营的人肺部都要燃烧了 迎走那么多秘境 还得了便宜卖乖 一些人 颇为同情利尘天 人都死了 还要被对头奚落 有人解释 利尘天展现出的实力过强 有些赢过秘境的人避而不战 所以 他最后只赢得了五个秘境 楚风撇嘴 这就是飞扬跋扈的结果 自以为天下无敌 过早的彰显实力 结果怎么样 好处没拿多少 还被人打死 许多人是面皮抽搐 这他妈打脸也不至于如此直接吧 人都死了 你还说说什么呀 再者 怎么听你这都像是自夸 不过许多人细想后 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 楚风摇头 老气横秋 低调才是王道 才是最高级别的炫耀 这种道理他都不懂 对立阵营那边真想杀人了 想干掉曹德 这家伙嘴巴怎么就闭合不起来呢 太不招人待见了 而且你这是低调吗 有人咬牙切齿 一致认为 曹德之前故意装平庸 钓鱼般一个一个的撸走对手 耿违可恨 哎对了 我前面还杀了一个硬照级别的渣渣呢 立成天的哥 叫什么来着 这更加招人恨了 渣渣 南部珍州的人脸都绿了 如果五疯子一脉的传人叫渣渣 那他们算什么呢 再怎么说 立成坤也是相当恐怖的 居然被他这样评价 而且他似乎都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他叫立成坤 有人大声回应 对对对 就是那个渣渣 他赌战赢了几个秘境啊 也是我的 楚风强调 南部珍州一群进化者脸色由绿而蓝 这都能行啊 硬照级强者立成坤死后都不得安宁被人比于要账 这时 齐荣天尊出来打圆场 算了算了 这个就免了 他也就得到一两个秘境 因为他觉得将南部珍州实在逼狠了也不好 见好就收为妙 而且曹德杀立成坤时并没有谈什么独斗的事 即便齐荣天尊打圆场 对立阵营的进化者也都对楚风怨气很大 许多对手都不好拿眼神看他 心中怒火涌动 你们还不服气啊 要不还是将立成坤的秘境也交给我吧 我曹德是个讲究的人 不服就按规矩来 楚风在那里背负双手 下巴扬起很高 一群人真的是怨念无尽 真想干掉他 事前有大黑手李达 当时有大黑嘴巴操打 有人不满 总觉得他这张嘴巴最好缝起来为好 实在是不招人待见 然而 除了对立阵营的敌人外 其他人却不那么想 雍州方一片欢呼声 对曹德内是相当的拥戴 尤其是年轻人看他眼神有些狂惹 雍州阵营还招人吗 我们也想加入 远处有一大群人喊道 大多都是属于散秀 都是中立阵营的进化者 这次听闻三方战场 独秘境大决战 特来观战 现在有些人想加入雍州阵营 因为雍州有一个大盛 他们很想借此攀谈 去请教曹德如何成就大胜国位 这种神话生物太难见了 禁谷岁月多少万年都不出事 即便是有 也棲居在禁地中 或者在明山大川下 陪着那些将死的鼻祖及老怪物等 如今有一个活着的大盛 但凡有野心 想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少年强者 谁不想与之交流 可以说 曹德身在雍州阵营 现在无形中等于立起了一面大旗 吸引了很多新生代 想要加入进来 此外 实力高深的进化者 也有不少希望加入 因为在神王领域一战中 李九霄 黎红 姬彩轩 萧诗运等人 几乎拿下了大半的秘境 强势横扫 若非对立阵营 赢过一场的人必战 估计战国会更丰厚 即便雍州阵营 其他境界输得较惨 但是有大胜 以及有神王领域的大胜 那就足够了 这才是硬实力 好 欢迎之志 齐荣天尊开口 带着笑容 邀请这群散修加入 这下黑暗组织的人 也都过来了 无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也要一并加入 这其中包括 楚风的一些故人 大江东去浪涛进 千古风流人物 唯我 吕伯虎 一个唇红齿白的少年 摇着一把破折扇 先是风流替躺 而后向着这边 撒压子狂奔 爹 最快点 都被人挤到后边去了 地下黑暗势力那里 少年猛牛 骑坐在他父亲 猛牛神王的脖子上 一路向前冲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 都眼神热气 虽然也有情绪波动 但那绝对不是热情 而是满腔的怨念 恨不得将楚风 给活吃掉 龙大雨 化成一道光 那速度绝对超越 其他所有圣者 恐怖的一塌糊涂 满头黑白发丝 都向后飘舞而去 他如同一道流光般 冲了过去 不过 还是被人海给淹没了 因为涌动过去 人实在太多了 有些比他距离更近 无边无言 鸡打得 鸡黑手 鸡打坑 鸡打黑锅 我问候你祖宗十九代 今天非要和你清算不可 本座人无可人 都要驾驭怒火 举霞飞升了 另一边 雅仙族那里 银发少女硬萧萧 此时非常的活泼灵动 美丽无暇的面孔上 写满了惊喜 也要向前冲 结果 他咯咯一把拉住了他 用力攥住他的手腕 你究竟是哪个阵营的 回来 星无敌 你给我松手 不然 我跟你决战 硬萧萧造反 远处 周家那里 几位神王级老者 怎么相劝 也没有用 少女夕如今 非常有女王范 一挥手要求 白嫁 去见那大魔头 小姐 他虽然是一位大圣 潜力无可限量 但是得罪了五疯子 下场不会很好 注定相当凄惨 这世间 没人能救得了他 一位老者 苦口婆心的劝导 我走 带路 周夕直接迈开 轻盈的脚步 紧直在人群后前进 不少人都蜂拥而来 许多进化者的目标 很明确 就是冲着曹德尔去 非常的热情 要跟他现场交流 大圣有太多的秘密 有绝顶圣者相信 一旦有人点破那层窗户纸 他们也有机会 踏足那一领域 楚风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了 这群人眼神火辣辣 男人热血澎湃 呼喊着道兄 女子呢 则眸波流转 言语温柔 曹哥哥 人家年方二八 正是青春绽放 大考年华时 想向您请教啊 今晚 你有时间吗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传来 太魅惑了 让许多人半边身子都酥麻了 楚风也是一个哆嗦 急忙转身就要答应 结果看到一个五大三粗的女子 咧着血盆大口在对她笑呢 哎呀妈呀 她差点以为遇上冬青姐了 不相上下 雄壮的可以媲美 晚上我有约 青衣仙子请我喝酒呢 楚风急忙这样说道 远处青衣脸色微黑 同时也有些心情异样 与复杂 她一身白衣 雅结出尘 青丝柔顺 容颜绝视 被阳光照耀后 她身上更是多了一种神圣的光彩 整个人都仿佛要与话飞鲜而去 曹德哥哥 我愿为你 也莫天香 这次 依旧是个女子 但是正常多了 极其量力 而且有人认出 这是白虎族的一位少女 而且是嫡妻 她白发如雪 面孔精致无瑕 可谓是风姿动人 白虎族不是对面阵营的人吗 居然也有人投笑过来 显然 他们的子弟分散到其他阵营中 不打算将宝压在一方 小哥哥 努加来自乌山丽人族 还有一位宝妹 与我一模一样 愿追随在大圣身边 又一个少女的声音传来非常动听 果然是滋容出众 而在她身后不远处 有一个与她一般无二的丽人 楚风见到众人这么热情 刚想张嘴愉快地答应 但是 这时又有翁声翁气的少年 想与她结拜 此外 更有人暗中传音 齐大德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来此 楚风心神矩阵 这是谁啊 辨别出她的根脚 虽然没有当众叫出 只是暗中呵斥 但也很危险了 然后 她就看到一张有胎记的脸 她火眼金睛暗中发动 一扫而过 顿时认出 这她大爷的是边荒那头怪龙 龙大羽 她脸上顿时阴晴不定 这是债主找上门了 曾经送给怪龙好大一口黑锅 让她成为阳间臭名昭著的通缉犯 哼 小爷操打 楚风死不承认 也是暗中传疑 但是 她还是有些心惊肉跳 怪龙太诡异了 居然能够看穿她 实在是有些恐怖 龙大羽咬牙切齿的同时 也在沾沾自得 上一世曾经摸紧大能领域 当初截取了基大德的一缕本源气息 如今自然有手段认出 你骗鬼呢 也早就认出你了 龙大羽眼冒凶光 而后直接威胁 不想死的话 到时候将你赢的秘境造化 送给我 这黑心龙居然敢敲诈勒索他 楚风顿时黑下一张脸 再次强调 我是曹达 不过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那头怪龙 信不信我揭穿你的身份 让你这个通缉犯无处可断 龙大羽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他就是因为基大德 送了他好大一口 黑锅才成为阳间臭名昭著的通缉犯 结果这混账掉过头来 还威胁上他了 现在他还没有打算揭穿对方呢 结果对方先反制了 龙大羽义愤填膺怒火难消 想要虐待他 曹达你妹 三龙这名字你用的话实在是一种亵渎 一种玷污 太可耻了 得子辈的果然美好东西 你害得我好惨 背了一口最强的黑锅 让我红尘炼最强的心 差点崩溃 而你 骂骂的 却排排屁股就跑路了 没事儿而已啊 你说 我要是揭穿你的话 墨家 史家 六尔 弥猴 李九霄等一群枪阵 会放过你吗 再加上九头鸟族 以及贺州与 湛州两大阵营的人 你可谓是局势皆敌 大宇啊 瞧你这么激动的样子 不像话 枉我将你当兄弟 你就这么对我吗 要揭发我 楚风换了一幅口吻 显得热络起来 可是 不听这话还好 一听这话 拐隆隆大宇 差点跳起来 你将我当兄弟 送我那么大一口黑锅 如果不当兄弟 你送我什么 事出有因 另外 我想和你说 咱们兄弟不是外人 我成立一个组织 名为四大美人 有史前的老妖怪 也有当事的神话 我 再加上你 纵横天下 以后 横推五疯子他们 改朝换代 还呸 见鬼的四大美人 今天你要不赔偿我损失 我就要大喊大叫了 告诉人们你究竟是谁 龙大宇恶吓 楚风说 怪龙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我也举报你 咱俩别大哥笑二哥 其实都是一条绳子的蚂蚱 露馅一个 另一个 也跑不了 我罪名没你中 不怕 龙大宇老神在在的 楚风文言耻笑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啊 在边黄龙潮最下面一层 我看到你的本体 你是一头老妖魔 是转世重生的史前巨龙 我都有点怀疑了 黎达什么种族 该不会也是龙族的吧 是不是跟你有些关系 不对 就你这德行 不可能是霸道无敌的黎达 你该不会是他成孙子吧 拐龙文言后 一阵惊悚 他在地下的本体被人看到了 这要是传出去 绝对引发大地震 他的仇家 肯定要来追杀 那可都是大能 甚至有更强者 第1663集 他曾做过不少天怒人怨的事 就怕曝光真身 此外 轮回狩猎者也必然要出动 天上地下的捕杀他 难有活路 楚风当时的确看到了他庞大的本体 当时一位天尊贵符在那里 对龙师叩首 当然 那天尊也早已死在那里了 龙大鱼脸色阴晴不定 接着又暴怒 姬大德居然说 他是黎达的虫孙子 这混账得子伯的 难道是黎达转身吗 都很不是东西 为什么要叫曹达呢 不然 回头跟你清算 怪龙转身就想跑 他觉得 即便掀翻姬大德 也会将自己搭进去 太不划算了 在他看来 他的命 可比曹德金贵一百倍 别怕呀 回头咱们两大美人聚首 一同探索秘境 少不了你的好处 你要是现在就跑 我保证 二老一嗓子 喊出你的跟脚 多半有天尊 都会下场击拿你 你 肯定逃不掉 当然 他们之间的对话 都是暗中以精神 俱成一道波数 进行传音 没法公开 你 你 龙大鱼气急 居然反被威胁了 最后 他破口大骂 什么四大美人 让本座支起鸡皮疙瘩 他这是为自己找台阶下 暂时还真不敢走了 怕鸡大德鱼死亡破 楚风不敢放任他离开 这怪龙若是顿走 估计会立刻揭露出 他的真身是谁 会让他死得非常惨 现在 两人真的成了一根绳子上的 两个蚂蚱 龙大鱼不出声了 但是却在私存 怎么击毙曹德 这口窝囊气 打死他也不会吞下去 背那么大一口黑锅 还要跟他妥协没门 然而 就在这时 楚风当众开口 说为小兄弟 我看你根骨清奇 绝非凡俗 跟我走吧 教你大圣秘法 我去 这龙大鱼想骂娘 谁愿意和你走在一起 再者说 大圣知道用你教吗 本龙都糊了三四世了 早已踏上最强路 即使要逆天 谁会做你小弟啊 然而 许多人都以火热的眼神望向他 羡慕嫉妒恨 眼中喷火 恨不得取而代之 龙大鱼有点晕菜 他有心拒绝 但是 想到自己比谁跑得都快 甩先冲到曹德身边来 只要是转身就走 必然会不稳妥 不符合常理 最后 他默然答应了 跟在楚风身边 他也想开了 想跟姬大德走在一起 一块儿进秘境 收割掉姬大德所有的造化 洗劫这个仇敌 他很自信 除去自身强大外 他还有前世之躯 关键时刻记出来 哄杀一切敌 然而 他还是很不爽 因为 此时楚风正笑眯眯的拍他的肩头 称呼他为小弟 小弟 龙大鱼简直要疯了 多少年没人敢这么称呼他了 虽然是不做大哥好多年 但也曾经为一方霸主 今日出门没看黄厉 转身亲了厉鬼了 楚风也很不爽 收下这么一个怪模怪样 黑白发丝混合 脸上长了一大块胎记的小弟后 许多强族接近他时 策略都变了 之前的那些利人呢 都被替换为男性进化者 而且都长得奇形怪状 突然 楚风看到了吕波虎 见其眼神炽热激动的样子 他顿时心头一动 暗中用火眼金睛一照 顿时差点大叫出来 其灵魂是小阴间的老驴 驴飞扬 草雄 我驴薄虎啊 太仰慕你了 我要追随在你的身边 老驴现在是纯红齿白 真成了书香门第世家的才子 摇动着折扇 眼底身处相当热气 都有热泪要滚落出来了 还好 周围的人很多 所有人都很激动 没有人看出他的异常 楚风心中也很热乎 眼睛发酸 多年过去了 终于又看到一个兄弟 在这阳间重逢 他真想大叫一声 但是他不能 只得忍住 同时 他也觉得无言 这老驴在轮回终极地 骗的东北虎去转身为驴 结果他自己转身 就跑去做才子了 而今还叫吕波虎 也真是让人晕了 东大虎要是在这里 肯定要掐死他 另一个方向 传来盲牛音 曹德大兄弟 让我也跟在你身边吧 楚风身体轻颤 那是谁啊 骑坐在盲牛族神王的脖子上 梳着背头 晃动着粗糙的鸡脚 戴着墨镜 这活脱脱就是大黑牛的缩小版 他眼睛发热 差点落泪 这绝对就是大黑牛 居然在这里重逢 这一刻 他感谢上仓 能够让他见到一些故人 当年 他送给众人的福祉残缺 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实在没有完整的 而且是众人共用 他一直在担心 有些人可能觉醒不了前世的记忆 就如同东大虎 明明就在楚风身边 可他却过了很久 才意外激活了前世记忆 现在看来 大黑牛与老驴 另有机缘 所以觉醒了 楚风没有再看他们 因为他不敢 现在的确不是相认之时 他很严肃对众人说 我刚追杀晚五疯子 可能会有大祸 所以你们不要与我走得过界 咱们都是兄弟 不久后若无恙再聚 然后他分开众人 带着龙大鱼向外走 这些话当众说的 其实是说给大黑牛与老驴的 楚风担心五疯子随时去而复返 真身驾离 他不想连累故人 先躲过这一劫再说 然而一大群热血少年 这是一起教导 我们不怕 这当中也包括大黑牛与老驴 都快热泪盈眶了 能够在阳间聚首真的不易 他们经常在睡梦中惊醒 当年同甘共苦 最后却生离死别 各自上路 实在是太凄惨了 无需这样 你们现在帮不上我 只会让我分心 不久后再聚 楚风分开众人 拉着龙大鱼离去 这自然是在告诫 大黑牛与老驴 千万不要暴露出来 不要因为情绪激动 而不顾一切的相认 此时 所有进化者都说 曹德大胜仁义 不想让他们 因为跟他走得过近 而发生危险 只有龙大鱼 简直是蹊跷生烟 他很想说 这么危险 你非得拉着我 我问候你二大爷 楚风刚走出人群 就看到少女夕 多年未见 他早已成年 风姿绝世美丽无双 可与夭夭的风采相比 曹德大圣 神一样的少女 在天上俯视着你哦 刚一见面 少女夕就这样笑嘻嘻地说道 周夕身边的几名老者 面皮抽动 这么说话 对于一位大圣来说 太不尊重了吧 他们的脸色有些尴尬 然而 楚风却是心头俱阵 接着有一股暖流 躺过全身 他想到了 在小阴间的旧事 那个时候 他与少女夕 一起经历过很多事 他魔力挤身时 踏上星路 少女夕 一直陪伴在身边 不过 那时少女夕 出来阴间 非常怕冷 不适应阴间的环境 有时候 脸色很苍白 只能常躲在太阳中 在那个时期 他曾很欢快活泼地说道 当你抬头 就能看到我 神阴阳的少女 在天上俯视着你 你要时刻记着 敬畏神明 这是很深刻的旧事 当年少女夕 与楚风一起游荡小阴间 给楚风留下了一段 非常美好与温暖的回忆 而后来 少女夕迫不得已 要返回阳间 留下血泪 发誓要帮他们复仇 此刻 再次重逢 楚风心有感触 鼻子微酸 因为 哪怕喝下孟婆汤 斩掉了太多的鸡板 他还是记得当年的一切 他想到了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 少女夕 已经知道他是谁 现在不是时候 五疯子可能会嫁离 他不想身边的人 再次发生悲剧 故此这么轻挑的打招呼 而后走了过去 周族的几位神王老仆 一个个脸色漆黑如墨 他秒的 怎么说话呢 你敢去朱家抢人 之前 他们还觉得 自家小姐说话太随意 过于不敬大圣 结果现在发现 这见鬼的大圣 更不会说话 他们真心有种错觉 自家小姐的态度 与那曹大魔头 有点对口味 楚风拉着 千不肯万不愿的怪龙 走出人群 进入了雍州阵营 龙大鱼是 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真想下黑手 赶掉他跑路 但是 周围可是有天尊 他没敢撕破脸皮 这简直是 踩了地狱全粪 亲了厉鬼了 他一肚子的怨念 这时 九头鸟族的神王 赤风冷笑 都是快死的人了 还能笑出来也不容易 哼 谁能杀我 谁敢杀我 楚风逼是他 五疯子一息的人会来的 你自然是死人一个 你哪个阵营呢 竟说出这种话 楚风寒声说道 实话实说而已 同哪个阵营无关 赤风 皮笑肉不笑 五疯子还没天下无敌呢 史前时代 曾被李达打得头破血流 逃动而走 说到这里 他扫失众人 我的师门无惧他 我会请师门长辈出山 来此守候五疯子 真敢来 就击杀他 众人闻言 无比震撼 要击杀五疯子 吹大气 楚风邪逆他 你懂什么呀 我的师门就在此周 距离不是很遥远 我有九个师傅 来一位就够了 到时候 活活的 吓死你们 乔大圣您好 我是天堂早报的记者 赵云 请问 您在追杀五疯子时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真的不怕这位 镇谷说定的无敌者吗 来到雍州阵营 大后方时 一群战地记者 蜂拥而上 差点将一些 大仗给记坏了 有我无敌 达 不弱于人 从不知畏惧二字 为何意 楚风挺凶 很严肃的说道 所有人又无语了 你还真要改名了 从此以后 就叫操大 拐龙有一股冲动 想给他后脑勺来一下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龙大宇清楚的知道 鸡大德追杀五疯子时 分明是想跑路 操大大圣 鹰子不发 永贯三方战场 请问 您到底出自哪一门牌 有一位战地记者发问 这个话题很敏感 以前人们一致认为 他是一位赛修 可当他施展出终极拳后 许多人怀疑 他身后可能有可怕的道统 小门小派不值一提 不过打九头鸟族这样的世家 估计能灭上几十个吧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 就在进前 听他前半句时还在撇嘴 认为曹德有自知之明 可听到后半句 顿时想干掉他 曹德大圣您好 我是杨坚发行量最大的通古报刊记者 我想带诸盛向您郑重请教 您是如何成就大圣果位的 如果方便的话 还请给予后来者 执引一条明路 所有人都会感恩的 想成为大圣 需要不断的提升体质 肉身强横是一个必要元素 我记得自从出生开始 我九位师父就天天去为我捕猎九头鸟 喝其血 拾其骨髓 强筋撞骨 让全身的细胞内都蕴含着禁忌属性的潜能 你看 我稍微一动用圣级能量 就血气滔天 有诸神浮尸的意向显现 这就是底蕴的体现 楚风在这里慷慨而谈 信口开河 周围的人很激动 这就是大圣成长的秘密之一吗 许多人都迅速的记下来 还要继续请教 可是 旁边九头鸟赤锋 却眼神阴冷 傻意无边 他承认一直想干掉曹德 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 而对方也不是善类 这简直是满嘴胡说八道 想置九头鸟族于死地 如果这种谣言真的传开 全天下强族都会去猎杀九头鸟 取其真血 到时候他们非灭族不可 尽管许多人不可能相信 但是 有些族群 有些走投无路 想司马当作活马医的老怪物 过于溺爱自己的子孙 真的可能会去猎杀九头鸟 取其血液 这就危险了 齿锋脸色铁青 因为曹德大混账的一句话 让他们这一族平白 多了许多潜在的风险 有一位记者开口了 曹德大圣 请问 为何要喝九头鸟的血液 这有什么必然因果吗 刚才我都说了 要摄取禁忌能量 洗礼肉身 众所周知 纯血九头鸟 是从天下第十一禁地走出来的 他们自然也带着禁地属性的因子 什么是禁忌啊 就是天下那些绝地中 这样说 你们明白了吗 其实 当时天下除了我 并非没有大圣 肯定还有一些 都在禁地中 楚风很严肃 认真回答 按照他所说 禁地中的生物 天生蕴含着特殊的能量因子 带有禁地中的某种禁忌属性 因此可谓大不悟 神王 赤风肺都要炸了 这曹德三句话 不离九头鸟一族 不害死他们 事不罢休 这脏水 泼了一盆又一盆 没完没了 他都准备杀人了 还好 雍州阵营的高层 也看不下去了 拦住那些战地记者 不让采访了 一时的心直口快 说出我们道统的修行秘密 你们可不要乱喘 真攻不出去的话 我也不承认 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同时我也不必谣 你们看着办吧 最后关头 楚风还在磨叽呢 一群老怪物都无语了 这小子推卸责任的同时 还不忘记家把火呢 猴子呲牙咧嘴 凑上前来 九头鸟族的血液真管用 管用 楚风郑重点头 那好 回头去猎杀几只 我若不成大胜 今生都不会再出事了 猴子发狠 原处 老猴子遛着耳朵 骑煽动 听到这种话后 差点扯下来几根胡须 你不出事 那不就废了吗 回去后 我也要喝上一缸 九头鸟族的王血 彭万里点头 很够意思 积极配合 这让即将离去的一群战地记者 顿时兴奋 接近高潮 非常满意的离开了 明日头条 有猛料可以爆了 楚风在那里摆手 散了散了 不信摇 不传摇 不必摇 这九头鸟族有人想冲过去击毙他 杀人不见邪 还在推卸 曹德太无耻了 楚风实实然离去 让一群人咬牙切齿 但却不好当众动手 不过 楚风的日子也不算多好过 他图调大盛 历沉天 事小 可是捉一杀五疯子的事 就太麻烦了 所有人都在担心 五疯子一戏的人出事 直接杀到战场上来 金色大帐内 气费严肃 都是老家伙 缭绕混沌气 让整座大帐中 都一片朦胧与模糊 看不清他们的身影 有人主张 直接将曹德绑起来 静等五疯子一戏的进化者上门 将他推出去 平息五疯子一脉的怒火 这引发激烈争吵声 永州霸主的徒孙 浩元 第一个站出来 坚决反对 如果这么做的话 永州阵营就完蛋了 将离心离德 下面的人 谁还会卖命啊 这等于 自毁坚实的根基 九头鸟族的老祖 阴阴侧侧的说道 别说五疯子亲礼 就是这一戏的掌门大弟子出山 谁又能等 这让人沉默与压抑 世间有传言 五疯子最小的弟子 都早已在很多年前成为大能 更遑论是他人 而他最小的弟子 是一位女子 这位女子的弟子之一 便是太武天尊 过去能够扫平各大教 便是离祖 佛祖 这样的最强几族 若是族中的祖师 已经作画的话 也难党被五疯子一脉 踏平地拘灭 争吵很激烈 九头鸟族的老祖 十二亿银龙族的老祖等人 全都是眼眸阴冷 主张将曹德交出去 与上天尊极力阻止 绝对不行 六尔弥猴族的老祖 也不赞成 认为这不是断尾求生 反而会引发滑变 会有许多进化者返出去 这种事 不要再提了 浩元说道 并且他郑重强调 自己的师祖 雍州霸主 足可以匹敌五疯子 无拘他 众人一阵沉默 因为虽然知道 雍州那位强的逆天 但是跟五疯子比较起来 还是有些说不好 许多人都认为 两者属于同级数的强者 只是五疯子太老牌了 或许手段更为莫测 也说不定 当然也有人认为 雍州的那位得到了混沌检 这是天地大道的有形之体 而贺州与湛州那两位 分别得到了万劫境 与轮回灯 有人说 三气合一便是终极 现在 雍州霸主 以德其一 共参造化 所向披靡 即便没有五疯子老了 但是 由此混沌检在手 也应该先天不败 相传 雍州那位上一世 就是因为强取大道 有形之体 混沌检 而被劈成了焦炭 小时漫长岁月 那个时代 他已经统于 阳间二十分之一的疆土 神为盖世 但是 由于他过早的摘取 三件器物 想成为终极进化者 从而被阳间有史以来的最强大天节击毙 事实上 他并没有死 只是身体干枯了 成为焦炭状 在漫长岁月后的这个时代 他复苏了 全面的恢复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雍州的霸主 也有很逆天的跟角 无人可揣夺 无人知晓 其真正的来头 所以 一些人对他抱有极大的信心 即便如此 在浩元与上几人的号召下 说不能自乱阵脚 可是 嘴中依旧僵持不下 没有确定 保曹德 还是交出去 金色大帐中 混沌缭绕 一片模糊 高层商议无果 这里还未有结果 没有传出不好的消息 可是楚风那里 确实先发作了 他有些等不及了 找齐荣天尊要秘境 他要去收割造化物质 一些老怪物无言 桌里城商量到底 要不要将你卖掉呢 而你却还跟没事的人一样呢 还在蹦的 真是不低调 其实 楚风预感不妙 他是想提前收割走造化物质 将自己应得到的秘境 都给霍霍了 然后跑路 结果呢 齐荣天尊亲自走出大仗 满脸笑容 劝他不要急 目前三大阵营对于秘境的取舍 还要协调 还在划分归属范围 没有最终梳理好呢 楚风问道 需要多少时间 再怎么着也得两三天吧 楚风听闻 喊毛倒数 这可真等不起啊 这么长时间的话 即便阳间再广袤 即便五疯子真身可能沉眠未醒呢 两三天过去 也该接到消息了 那时他再不走的话 肯定要被炼化成灰烬 至于他说的那个师门 的确有那种地方 但却跟他没多大关系 他有幸去过那片神秘地狱 但是 那里的生灵 却不是他的师父 估计请不动 当天 楚风扔下龙大鱼 想要找个没人的地方跑路 想动用老谷送给他的天盾福 然而 由天尊赚出来 冲他摆摆手 不允许他离开 显然他被重点盯着 没有办法走脱 楚风在评估 老谷给他的是天盾福 理论上来说 一位天尊无法拦阻 可是 这里不止一位天尊 万一老家伙们一起乱轰 他估计会死得很惨 虚空通道都要被打烂了 齐荣天尊安慰他 很快 秘境就要开启了 等上两天就好 不久后 神王尺丰来了 挤兑他 你四处转悠 做贼一般 想要逃走吗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静等五疯子一戏的人 驾临 三头神龙云拓等人也出现 幸灾乐祸 脸上有快意 更有狼酷 事已至此 他们一直认为 真要给曹德时间 将来 他们都远非对手 一旦交手 全都要被击杀 会死得很惨 你们这种嘴脸 典型的汉奸 庸姐 二狗子 你打一打 早晚 小爷一鞋底子 拍死你赤丰 楚风 楚风没给他们好脸色 冷然说道 就这么转身 不搭理他们了 赤丰大怒 真想动手 但是想了想忍住了 因为要将曹德 交给五疯子一戏的人 现在下死手的话 怎么给那一戏人交代呀 同时他也明白 真动手的话 有人会对他不客气 李九霄 迷洪等人正在接近 已经不远了 雨上天尊也来了 但是却被人锁足 不能再临近楚风 楚风脸色不是多好看 最后他想了想 死马当作活马医 还是要去请人 争取找人 做掉五疯子 万一真将那人请出来 大事或许可期 帮我准备祭品 我要请师门的人出山 击比蜂魔 楚风让人带话 让后勤人员 给他准备 珍惜而强大的血石 装什么蜂 卖什么傻 弄什么鬼呀 老实本分的等死吧 赤风冷声息落 你懂个屁呀 将弃荣天尊他们找来 我要献祭 我要去请人 请真正天下无敌的存在 知道小爷为什么叫曹达吗 跟我师门有关 天下第一不懂就给我闭嘴 楚风呵斥 跟训小鸡仔似的 没将凶名赫赫的赤风神王 看在眼中 一点也不惧这只九头鸟 你真是找死 赤风脸色森染 但是李九霄 猴子的哥哥 迷洪等人出现了 拦住他的去路 一时间消息传开 曹德大圣要去请人 将他的师父请出山 来镇压五疯子一戏 这顿时引发巨大轰动 曹德大圣的师门 究竟是哪一教 有什么来头 引发所有人的兴趣 激起轩然大波 天尊都被惊动了 不能淡定 哼 话中取宠 你有什么事吗 碰巧进入遗迹 得到传承罢了 若有根脚 之前还隐瞒什么 为何没有互道折腾 他不相信 最后又说 我今天看着你 能将谁请来 不会是拿什么 阿猫阿狗来冲数吧 哼 行 就冲你这句话 我也要去师门 请来一位师父 他最喜欢吃血食了 我看你们九头鸟族的 老祖大腿 多半要不饱 天狗肉三万斤 地魔雀万斤以上的 来两只 楚风在那里报清单 他说要回山门 请雍州阵营的后勤 为他准备物资 这些可都是血淋淋的食材 起初后勤部还在琢磨 这是什么亲戚呀 哪里的山门需要这么多肉食 多少年没吃过肉了吗 不久后 他们有些惊悚了 曹德大圣要的东西越来越离谱 越来越犯忌讳 竹石有些可怕 有些血肉的来历太吓人了 能不能来两千斤凤凰肉啊 这东西我知道珍惜 所以少要点 什么 没有这怎么能行 难得孝敬师长长辈一次 太刺的东西 拿不出手啊 楚风一脸正色 索要珍惜血食 真没有 黄鸟千百事难得一见 数量极其稀少 自从不死鸟所建立的黄巢被灭后 如今该族剩下的少数族人 都隐居在海外的一座黄岛上 再也找不到了 后勤人员如实告知 感觉阵阵心惊肉跳 一桩公安浮出水面 当年不死鸟族创建的不朽黄巢 便是被五蜂子灭掉的 不然的话 别家还真没那实力 即便是五蜂子 估计也付出不小的代价 算了 那我就一次充好吧 给我来两万斤 九头鸟的血肉 后勤人员听完一个猎气 差点摔倒在地上 开什么玩笑啊 九头鸟 是从禁区中走出来的种族 同样吓死个人 谁敢去猎杀 我吃过 味道不错 再说了 你慌什么呀 即便是从禁区中走来的 但他们这一组 也不是第十一禁区之主 估计只是家将 无法同不死鸟相比 我这是一次充好 一群人无言 你吃过不代表 我们敢去猎杀呀 你是曹疯子 连五疯子都敢追杀 自己不要命 我们还想活呢 这个 真没有 后勤部的人 后背都是汗水 真弄死一头九头鸟的话 该族非炸锅 非掀翻后勤部不可 再者说 九头鸟族的老族 就在连营中 那可是老牌天尊 深不可测 谁活腻了 去惹九头鸟族呢 真没有 真没有 那就黄金某马像来石头 深约黑椒来酒头 还有那种叫飞龙的山芹 给我来两大车 恶龙来三万斤肉 金鲸独角猎天雄 给我来两只 后勤人员 起初还准备记录 最后 满脑门子都是汗水 这些都上哪儿去找 都是强力种族 谁敢乱捕杀 很快 这片区域 人们议论纷纷 消息竟然走漏了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 听完后都要炸了 真是岂有此理 曹德居然在 讨缓他们的血肉 想要去献祭 他真有一股冲动 不管不顾 先灭了这王八糕子再说 管他事后洪水滔天 但是 他被族中的老辈人物 给拦住了 明确告诉他 跟一个死人治什么气啊 曹德都要死了 敢追杀五疯子 就是黎达复生 都不能见得能保他性命 这一次 退一步说 即便五疯子不出面 他的几个弟子 也不能善罢甘休 必然要出现在三方战场上 绝对要灭了曹德 这么多年过去了 谁敢不敬五疯子 就是史前时代的佛族 道族 恒族的祖师也不敢轻瞒 都要严阵以待 更何况是当时呢 赤峰暗气暗声 他捂着胸口 被气得生疼 好长时间 才平复些情绪 不然的话 他感觉自己都要焚烧起来了 后勤步 除风不满 居然走漏了消息 他很不高兴 然后一个小头目 也算是仓储负责人 跟他对接 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但是发现 实在无法提供那些血肉 你傻呀 这是哪儿啊 席卷天下的战场 最近战死那么多强者尸体呢 都在哪儿啊 给我送过来千百句 不就够了吗 我说的那些种族难找吗 我估计 连九头鸟都有死的吧 除风提了这么一个建议 惊得后勤负责人目瞪口呆 这都能行 他有点风中凌卵 你确信 这是给师门长辈 带回去的血石吗 少废话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战场后方大厨房的食材 怎么来的 你们没少将那些 凶勤猛兽的尸体 搬运进去吧 都是敌人的 后勤的头目浑身冒汗 跟水洗锅一样 真有点害怕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 估计会引发轩然大波 除风提点他 现在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后勤部的负责人 擦冷汗在那里点头 他觉得需要赶紧送走这个瘟神 尽量满足吧 他们也是私下里 节省探了一些财物 没有去采集全部的物资 而是动用了 从战场上收集的 凶勤猛兽的尸体 若是传出去的话 影响极坏 别忘了九头鸟的血肉 肯定能找到吧 另外 十二亿银龙也别少 记住 这两族的尽量新鲜点 死时间长了的不要 后勤部负责人 听到后都快哭了 这两族本来就难找 还要新鲜刚死的 哪去学吗呀 楚风又一次提点 小声说道 去伤病人员中看一看 有九头鸟 或者十二亿银龙的话 反正也半死不活 干脆直接掐死算了 我去 这后勤部的小头目 这叫一个肾的谎 这哪是什么耿直歌 这就是一个大魔头 疯了吗 难怪敢追杀五疯子 他赶紧将曹德给送走了 打死他也不敢讨论下去了 事后 他听闻曹德向伤病区走去 跑那边溜达去了 多时吓得面无血色 寒毛倒数 其实 楚风也没这么丧心病狂 即便对付仇敌 他也还是不至于如此 做做样子而已 转一圈就走了 楚风叹气 唉 我总是心太软啊 龙大鱼一直跟着他 闻一言后 很想喷他一脸口水 你就缺德吧 你真是回事们 确信不是去什么地狱深渊 召唤不可名状的 史前怪物出事 楚风撇了他一眼 哎 你 纯种龙族啊 血脉强大 存为大能 魂光鲜嫩可口 跟我走吧 一起回山门 滚滚滚你大爷的 你不远点啊 打死爷爷不去 龙大鱼毛骨悚然 哎 你还有小弟的样子吗 敢呵斥我 楚风直接笑他 龙大鱼恼羞成怒 就要跟他死磕到底 可是 六尔族的迷红神王来了 让他顿时老实下来 在人前他不敢出阁 结果就是 他被楚风点指脑门 而后又踹了他屁股一脚 这让怪龙气得一拨出事 二拨升天 脑门子上的青筋直跳 哎哟 我肝儿疼 遇上得子辈后 我就没有一天顺心如意的 被最强的黑锅 成为阳间特大通缉犯 现在 就差戴一口绿帽子 便大满贯了 龙大鱼鼻子喷白烟 当日 后勤部非常给力 前后向外运了十几大车石材 充分满足了曹德大胜的要求 只盼着他赶紧一小时 其中还真有九头鸟族的半具躯体 以及一头十二亿银龙 不过都被处理过了 一只伪装成山鸡 一只伪装成银色穿山甲 都被埋在石材最下方 楚风很满意 恨不得立刻离开连营 他其实也很焦急 生怕被五疯子一戏的人 给堵在这里 那真是没跑了 保证死得很惨 然而 等楚风想要离开时 却再次的遭遇阻拦 哪怕他提前知会过 漏过一些底 可还是被针对了 以九头鸟族 十二银龙族等为首 不让他离开 用赤锋的话语来说 曹德已是死人 还是折腾什么呢 楚风当场翻脸 对方将他这样堵在连营中 那真的是死路一条 等于在谋夺他的性命 九头鸟族 扶底抽薪 就这么堵住他 不让离开雍州阵营的话 最多两天 他就会被登门的 可怕敌人击杀 甚至被剥皮抽魂 别浪费力气了 注定要死 还演什么戏 你有什么门牌 你曹德能有什么抵御 便寻阳间 又有谁能挡武疯子 或许雍州霸主可以 但是他绝不会为你而专门出关 来到战场上亲自动手 赤锋冷笑 截住楚风的去路 他身材高大 满头赤发如血一般 脸上带着快意 坐等曹德惨死 李九霄来了 冷冷地看了一眼神王赤锋 霓虹也出现了 拎着一根乌金大棍 力挺楚风 逼是赤锋 可是呢 有天尊出现 身在混沌中 不是九头鸟在渡老祖 而是另有其他人 一族楚风离开 很快 楚风得到一则非常不好的消息 有人监测到 少年五疯子 飞离而去的那缕金光 没入阳间北部区域 这让人头皮发麻 据猜测这一脉 一直就盘踞在北方 闭关在绝地中 而且 据闻 北方某些恐怖地狱中 传来特殊的波动 该戏当年一座 遗弃的古老祭坛 发出微弱的光芒 竟有异动 这意味着什么呢 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人们料想 那旅金光 多半跟五疯子遗弃的 绝世强者相遇了 近日会有惊变发生 有人在猜测 究竟是五疯子 真身时隔漫长岁月后 再次出事 还是他的弟子出关 踏入这片宏大的战场 所以 有天尊亲自出动 阻止楚风离开 对于楚风来说 情况相当的危急 他晚走半日 或者一两个时辰 多半就要有性命之忧 下场呢 很凄凉 这个时候 赤风冷笑 什么都不说了 既然有天尊出现 来过问这件事 亲自阻拦 自然无需他动手 坐等曹德的死亡时刻来临 第1667集 被天尊挡路 被九头鸟族围困 带着祭贫走脱不了 这很糟糕 尤其是呢 楚风也听到了 他们的议论声 知道了 为何有天尊亲自出动 对他态度转变 直接用墙拦截 竟是五疯子遗弃的祭坛发光 这要出事了吗 楚风心头下沉 最坏的情况出现 会将五疯子给招来 为了他这个少年 大圣老家伙亲自动身 这也太恐怖了 他越是琢磨 越是觉得有这种可能 因为少年五疯子的魔性精粹 离开前 曾深深注视他的魔士权 很是入神 少年五疯子 盯上他刻写的那一行 金色符号 来源于轮回路 出自光明死城中 粗糙的巨大石磨盘 楚风心头发毛 有点相信之前的猜想了 五疯子可能是一个 逃过轮回的人 比一般的轮回者更惊人 更有来头 身份古老的骇人 这个风魔 让人觉得发慎 他有点担心了 五疯子放下架子的话 一旦亲离 情况将糟糕透顶 谁可制衡 谁能力敌呢 放言天下 还有黎达这种猛人吗 他去请的人 能挡住五疯子吗 或许可以 但是他心里真没底啊 能请动吗 不尝试怎么知道 去 一定要让他出事 如果能够震慑五疯子 以后 楚风私存 如果这一次 抵住了五疯子 以后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 行走在人间 还聚哪一觉 一旦成功 同那一脉扯上关系 成为其名义上的门徒 以后谁还敢 动不动就对他下死手 他就是直接暴露自己的真身 大声喊 我是小阴间的人贩子 楚风 也没人敢轻易动他 最终 齐荣天尊也来了 雍州霸主的徒孙 浩元天尊也到了 此外 还有老六尔 弥猴 雨上天尊等 楚风很坦诚 告诉他们 自己只需要两个时辰的时间 就能请来师门长辈 磕挡五疯子 雨上天尊自然非常维护他 希望他能顺利从此地脱身 但是其他人都不信呢 不认为有哪个道统可以这么强势 神王赤风奚落 想逃走 借口很拙劣 你该不会是 想说要去请黎达吧 可惜他死了 昆龙 三头神龙云拓等人文言 皆露出异色跟着耻笑 当时谁能挡风魔 谁会在这种关头 为曹德出头 根本不可能 齐荣天尊开口了 曹德 你的师门究竟在哪里 是哪个道统啊 井底之蛙 请出黎达就惊天地 弃鬼神了 那如果我请出一个辈分 更为恐怖的强者 岂不是要吓破你们的胆 楚风开口 随后他又赶紧解释 说没有针对齐荣天尊 这是在说给另外一些人听 他扫视九头鸟一族 十二亿银龙族等人 当然也瞥了一眼 齐荣天尊 吹什么大气啊 人你很久了 你如果能够请出来一位 震骨朔金的无敌存在 我一口吃了他 九头鸟族 有年轻人喝道 火气很大 明显的不信楚风的话 他冷笑连连 嘲讽楚风 认为他这个大圣 现在也只能口出狂言 欺骗众人 来为自己续命 神王齿风 没有阻止自己这位堂弟 反而点头 有些人喜欢演戏 但是他却不知道 早晚有落幕的时候 伪装被揭开 现实会很残酷 远没有戏中人生精彩 会死得很惨 接着他又很直接地点名 曹德 我说的就是你 我知道你有些机缘 但是这次 是因为荣稻草 而成为大圣 但是你想编造一个 显赫的绅士来欺骗我等 白费心机 我等你匍匐在别人的脚下 跟死狗一样扶我 你 肯定会死得很惨 楚风文言 短时目光森冷 心中对他们这一族反感透顶 但是他想了想后 又一阵失笑 如果真将那人请来 九头鸟族想吞了那个人吗 反过来还差不多 九头鸟族的老族都要被啃食的缺胳膊烧腿了 行 这是你们谁说的 给我时间 不需要那么久 一个时辰足矣 你们都跟着我一起去请人 楚风这样开口 退了一步缩短时间 而且允许他们跟随 让他们知道山门在哪里 这个时候许多人都露出异色 这种条件的确很有诚意 而曹德绝对没有机会逃走 随行一位天尊 曹德能在其眼皮底下上天入地吗 与上天尊 直接为他说话 彻底站在他这一边 而其他高层也都露出异色 曹德这么信心满满 难道还是真有天大的根脚不成吗 一时间 他们想到了史前岁月的几个神话中的神话生物 的确可以匹敌五疯子 但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早传闻他们死在明山大川中了 不应该活着才对呀 难道还有一个神话中的神话级老生灵 依旧在残喘 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 那这样的话就可怕了 或许 这个古老的生灵 会为自己的关门弟子出山 跟五疯子站一场 若是如此的话 注定要天崩地利 达到时光古城浮现 血染大阳间 古今未来 多少大劫都会因此而 引现出丝丝缕缕的端倪 走吧 为什么要难为一个年轻人啊 我们都去看一看 老六尔弥猴开口了 虽然偏向曹德 但是却也不敢轻易地逆转大势 只是适时开口帮腔 用他自己的话说 哪怕他年少时代也曾耿直 也曾如烈火 可是活到这么古老的年岁 心也彻底黑了 他们这个极数的生物 人不狠 活不到这一世 最起码 他再回首望去 同时代的人几乎都死绝了 还能在世的都是心狠手辣之辈 虽如凤毛麟角般稀少 但都成为了天尊 他们是踏着无数尸骨 与同辈人的血液 走到这一步的 老六尔弥猴开口过后 雍州霸主的徒孙 浩元天尊自然第一时间响应 他根本不同意直接交出曹德 太丢他师祖的面子了 如果连部众都庇护不了 还怎么在阳间争霸 如何统一大阳间 成为唯一的终极进化者呢 他的师祖 要踏破天地旧路 真正崛起 灵甲诸天之上 走 我陪你走上一走 事已至此 自然有了定论 连齐荣天尊也微笑着开口 要跟着一起上路 最终 雨上 齐荣 浩元 老六尔弥猴 以及另外一位神秘天尊 跟着同行 让人意外的是 九头鸟族的老祖 却不曾露面 没有跟着 猴子 弥青 彭万里 逍遥等 则吵着要跟过去 事实上 不只是他们 九头鸟族的老祖 没有去 但该族的族人 去了不少 比如神王 赤风 冷笑着 带着几位堂兄弟 以及几位老者 一同前往 而十二亿银龙 昆龙 三头神龙 云拓等龙族 也都跟随 同时 李九霄 姬彩轩 萧诗玉 霓虹等神王 也都同行 要看个究竟 楚风 收起了十几辆大车 带着数十万斤的血石 头前带路 带着人浩浩荡荡 朝着一个方向进军 前辈 假期到金虹吧 送我早点过去 很久没回山门了 试试想念九位师尊 初风开口 主动要求加快速度 同时 他拉上龙大鱼 这让怪龙浑身 支起鸡皮疙瘩 打死都不想去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他 无法逃走 自然差那极致 到现在 你还想门混过关吗 九头鸟族的人 不必说 自然吃此观点 而龙族的一些人 也跟着点头 哼 楚风轻蔑地 看了他们一眼 我怕说出来 你们都不敢 跟着同行 吹什么大气 我就不信这个邪 神王赤风冷笑 楚风指引道路 齐荣天尊则直接开路 架起一条金光大道 通向天际尽头 朝着某一个方向而去 路上 楚风数次让他校正方位 天尊赶路 自然速度超绝 简直吓死个人 时空都不稳定了 不是很久 齐荣天尊头皮发麻 迅猛地减速 而且急速下降 不敢横堵前方 身体都有些发僵 他没有想到 来到这个地方 不敢越过去 让一位天尊 竟然如此 可想而知 多么的不一般 这是 齐荣天尊声音微颤 楚风开口 面带微笑 大家别慌 来到我师们的山头了 马上就到家门口 都跟我 一起下去吧 曹德说不要慌 这是他家门口 可是能不慌吗 这地方 让人发肾 周深起了一层 鸡皮疙瘩 脊椎骨 冒寒气 天尊都在身体发僵 就更不要说 其他进化者了 九头鸟一族 全都在倒退 想离远一点 认为曹德想害他们 十二一银龙 昆龙 三头圣龙 云拓等龙族 也一个个身体冰寒 龙鳞张开 警惕无比 随时准备出手 六二弥猴 则在抓耳挠腮 一身金色皮毛 都炸立了起来 黄金尾巴竖起很高 李九霄 姬彩轩等人 神色凝重 他们自然认出 这个地方 年少时 也曾游历到此 每次看到这片山石 都会让他们觉得 自身渺小 如同蝼蚁 不过是历史的尘埃 唯有此地万古如一不蔑 横梗扬间 这是一片山 很特殊 光秃秃的连根毛都没有 寸草不生 而且是断山 像是被人一剑削平 共有十八座山体 每一座都如此 被一起扫断 接不过两三丈高 几乎余地齐平 太低矮了 几乎不能称为山 但是呢 正是这些残山 被称作天下第一山 其名气太大了 镇骨朔金 关于它有太多的传闻 曾撞进第四禁地 毁掉那里 如今成为广袤无垠的 三方战场 这些断山的断面 都太粗大了 断面直径 都足有数百里长 明明很矮 几乎都不能称之为山了 但是 每一个人站在这里 都有种窒息感 越是以精神去探究 越发觉得自身的卑微 恍惚剑 仿佛有十八座 矗立在大地上的山体 支撑着苍穹 承载着宇宙星空 气势磅礴 缭绕时光碎片 映照在人们的眼前 那才是他昔日的真容吗 不过 稍微一眨眼 又都消失了 灰红的山体 恢复原状 九头鸟族的一位年轻人 脸色慌张 开什么玩笑 这里是你家门口 你师门在这儿 不然呢 楚风淡定 一服气度沉稳 自在如常的样子 一些人看他从容的过头 真想拎住他的衣领子 逼供 这是什么情况呀 说清楚 真是 见鬼了 尤其是龙族与九头鸟族 一个个脸色阴晴不定 内心有些恐惧 这个曹德 是从第一山中 走出来的吗 他们着实不相信 若是为真 这也太恐怖了 从未听说过 这地方有一个道统 有人能自由出入 这山体内部 乃是绝地 进去必死无疑 无法生还 龙族也有些怕了 看楚风的眼神 明显不一样了 若是一个野修也就罢了 若是第一山的传人 那真是吓死个人 齐荣天尊开口 小友 你所说为真 询问楚风 脸上带着和蔼的神色 此时 浩原天尊 则是一脸凝重之色 沉默一带 老六二 弥猴浑身金光灿灿 虽然感受难言 但却宝像庄严 满是苏目之色 看着曹德 等待他的回应 楚风点头 自然是真的 我一身所学都源自这里 这片地带 多时响起了一片低语声 许多人记得 更有恐慌 同来的人算不少 人们简直难以相信 天下第一山 有不可揣夺的隐士门牌 许多人都在眺望 看向十八座低矮的段山 可是什么都没有见到 他们明白 这山根之下 另有乾坤 他们也有耳闻 但那是生命绝技之地 谁娶谁死 难道曹德是从里面走出来的生灵 这卓是有些骇人听闻 当然 一些人不信 谁能在这片死气沉沉的 绝地中生活呢 不可能 怪龙就跟在楚风的身边 他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因为他是一个老妖魔 深知此地怎么回事 这有无耻的基达德 怎么可能是这里的门徒呢 还有一些人也不相信 只风呵斥 可笑 这是什么地方 你一个散修也能自由出入 你将我们诓骗到这里 所谓何意 接着 他迅速地扫尸周围 而他族中的堂兄弟 也跟着他一起寻找 看是否有什么传送场域 或者祭坛等 大家照一照看 是否有神词台 别让他借此顿走 他们担心曹德忽悠众人到这里 想借路逃走 龙族等进化者文言 一个个也都面色微变 迅速在附近排查 更有人堵住曹德的去路 楚风淡笑 别费力气了 几位天尊在此 我在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离开 说到这里 他脸上挂着一丝冷意 也有急需轻慢 你们自己是什么人 看得到的就是什么 我好心请你们来到家门口 去这帮污蔑我 真是不可理喻 行 你说这是你们的山门 你给我进去看一看 赤峰冷笑 他还真不信邪 有人能活着走进去 一时间 他镇定下来 他的几位堂弟文言后 稍微一私存 也都从容了 有些人更是张扬地笑了起来 纷纷叫嚷 曹德大圣 请啊 大圣 请进天下第一山体内 将您的师尊请出来 也让我们瞻扬一下 膜拜一番 这些人说到后面时 已经忍不住大笑起来 根本不相信 怎么可能有人 将山门建在此地 之前他们还很紧张 但越是琢磨 越是觉得 曹德完全是在虚张声势 根本不可能 是从天下第一山中 走出来的 大圣 您请吧 进入天下第一名山 我们为你送行 明年的今天 争取为您烧点纸啊 龙族也有人起哄 脸上带着快意 逼楚风去送死 真要是能请出人来 别管他是谁 我发誓 一口吃掉他 九头鸟族一味老者 一副轻狂的样子 跟年轻人般不稳重 因为实在是觉得 曹德不靠谱 不害怕 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寒门简陋 莫要嫌弃 都给我进去 喝几杯清茶吧 楚风说完 直接没入地下 追 挡住他 别让他逃了 龙族有人大叫 什么十二亿银龙的神王 三头神龙云拓等 全都追击 九头鸟族 更是有一些人 划出本体 双翅展开 大风呼啸 据悉 他们这一族的绝顶强者 有人双翼一展 便可以瞬间飞出去 十八万里 一群人跟着 追进了地下 事实上 几位天尊也都跟进 一大群人都下沉了 想看曹德究竟要怎样 地下有一层很厚的光幕 遮拢着山根那里 于朦胧中带着雾碍 朦朦一片 看不清内里的究竟 到了这里以后 不要说其他人 就是天尊都无法探寻了 不能以神石 扫视那光幕深处如何 楚风很淡定 一副看傻子的样子 看着九头鸟族 与龙族追过来 他一点也不慌 好整以侠 正等着他们呢 走吧 寒水已到 各位请跟我一起进去看 看一看我们这一脉 发展的如何 楚风示意 做出一副请的样子 别看他们刚才追得积极 这要涉及天下第一山的禁地 打死他们 也不敢靠近 这不是找死呢吗 别说是他们 就是几位天尊也都面面相去 不敢迈出半步 他们还没有活够呢 在这朦胧的光团外 有黑色的干涸血迹 也有骨头渣子 都是历代以来的生灵 来自碰激原石所流 差不多都死了 一旦触及那光团 就会肉身崩开 神魂四分五裂 你们不是说我要逃吗 来来啊 拉着我的手 跟着我一起走 楚风走了过去 将手递给龙族的神王 结果那一群人立刻倒退 从神王到昆龙这样的人 都如笔蛇蝎 接着 他又向赤锋走去 主动要去拽上他一起上路 哪怕是九头鸟族的神王 也面色变了 倒退两步 呵斥道 你要做什么 带着你们一起上路啊 你想死的话 自己去 别拉上我们 赤锋阴沉着脸 尽管心里认为曹德有诈 但是他还真不敢跟着上路 这时 齐荣天尊再次开口了 询问楚风 他的尸门真在里面吗 是啊 就在当中 各位真不进去吗 楚风热情的相邀 结果一群人都摇脑袋 开什么玩笑啊 谁没事先命长 自己去送死 那既然如此 那我先回尸门了 各位 一会儿架 楚风说吧 直接转身朝着光幕走去 曹德 猴子 弥青逍遥等人叫道 还真怕他被逼急了 走上绝路 去冒险送命 然而 楚风挥一挥衣袖 带起了一片烟霞 穿上一件暗淡的甲皱 就这么直接进去了 我挥一挥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就这么消失了 声音连去 人就不见了 一群人惊叫 他真的 进去了 而且 人们确信 他的身体没有炸开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是见了鬼了吗 曹德闯入天下第一名山中 有些人头皮发麻 难道他所说的是真的 此时 即便是天尊都动容 都不得不多想 这里 真有一个可怕的隐世道统吗 若是如此的话 得多么的强大 占据天下第一山围本部 是座自家的山门 这也太恐怖了 浩原天尊脸色骤变 这里若有传承 或许真的不出 五疯子一系的强者 因为 这里相当于一处阳间禁地 齐荣天尊等人也发毛 他们在反思 是否逼迫曹德过头了 若是这样的话 他的石门 真有人走出来 会不会跟他们算账呢 至于九头鸟族 与龙族 则也是头大如斗 一阵胆寒 大爷的 太吓人了 他真走进去了 难道说 一直以来都看走眼了吗 曹德 曹大圣 有天大的跟脚 一刹那 九头鸟族的一位老神王 像是想起了什么 他曾在族中的一部 孤本手渣中 看到过一段记载 一段史前一文 相传 史前大黑手黎达的师父 有可能便是从这天下 第一名山中走出来的 当想到这些 他简直头皮都要炸开了 曹德的师门在这里 岂不是意味着 他跟黎达都有关系吗 这地方是 黎达的师门所在地 他声音都打颤了 在那里自语 有些不相信 也有些害怕 感觉相当的惶恐 其他人文言 一个个毛骨悚然 什么人的师门 黎达一脉 祖庭所在地 开什么玩笑啊 这会吓死个人的 几位天尊的脸色都变了 毫无疑问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了解的资料更多 当中有人 也听闻到过点滴 当初 谁都没有当回事 毕竟那些都是传闻 都是野史中 提及的一林伴找的东西 没人当真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曹德真进去了 这地方似乎的确有传承 天哪 李达 曹达 这还真是有一脉相承 他们什么关系啊 一群人呆住了 头皮发麻 感觉心惊肉跳 所有人都傻眼了 曹德真跟李达有关系吗 我去 他们觉得 曹德简直是丧心病狂 有这么硬的关系 你不早说 你这是想故意吓死个人吗 这简直是让人觉得 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地狱全粪 这运气 不会这么巧吧 曹达 与李达 都是达子辈达 一时间 人们胡思乱想 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 曹德 他的确是进去了 但是能否出来还两说呢 我相信他有一定的机缘 但要说他是李达一脉的人 根本不可能 一位中年神王开口 他 势力在迷雾缭绕的那位天尊身边 这一次 除去齐荣 于尚 老六尔弥猴 浩元外 还有一位神秘天尊同来 他没有暴露真身 始终被雾癌笼罩着 正是追随在他身边的一位神王开口 似乎得到了他的授意 有些不确定的消息 当初李达留下的船人 现实疑似跟五疯子一系走得很近 甚至结为一体 这位神王开口 导出这样一则 识破天惊的消息 若是楚风在这里 一定会有所得 有所悟 因为在海外那座可怕的岛屿上 争夺血脉果实 他与老谷不仅遇到了五疯子一系 炼七死身的绝顶身王 还遇上了另一位恐怖强者 不弱于炼七死身的人 当时 老谷就失魂落魄 有些怀疑 觉得那可能是他大哥所留下的 某一脉的传承者 所以说 曹德即便能进这里 也多半另有原因与手段 不可能同黎达有什么关系 他们这一脉真正的传承者在海外 同这第一名山 没什么关系 那位神王再次开口了 说完这些 就势力在天尊身边 不说话了 被物碍笼罩的那位神秘天尊 稍微点头 始终都没有开口 一时间 无论是龙族 还是九头鸟族都尝出了一口气 彻底放心了 还真怕曹德变曹达 跟史前大黑手有关系呢 诸位 我们多半上当了 始风开口 咬牙切齿 他做出判断 认为楚风可能获得了某种大机缘 有特殊器物在手 能平安出入第一山 眼下曹德 应该是躲进去了 而不是去请他所谓的师门长辈 短时间内 他多搬不出来了 神王赤峰做出这种判断 人门闻听后 全都是一呆 这 以曹德的人品来说 还是真有可能啊 最近 他们对曹德越发了解 觉得这位曹大圣 哪里是什么耿直哥 绝对是一个狠叉子 这该死的曹德 从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 龙族的一位神王发火 封锁十八座山体 防止他从天下第一山 其他方位顿走 诸风这么建议 太可耻了 有人叫道 楚风呢 刺牙咧嘴 他穿着的甲皱 自然不是反品 当初结合边缘龙巢收集的龙梨 与自身的轮回土融合在一起 炼制成的甲皱 当时他跟老谷还嘚瑟呢 一幅炼宝 不在乎材料的样子 可是 自从去过大孟净土 知道所谓的浑肉 多么逆天后 楚风的肠子都要毁清了 真是想给自己两巴掌 居然以浑肉炼甲皱 这都太奢侈了 当年黎达想找块轮回土都无线索 而他却这么糟蹋 事后 老谷也想喷死他 痛心疾首 心都在滴血 不过 也有个好处 想进天下第一名山 楚风已经有经验了 识管万无一失 此外 将轮回土糊在身上也行 当初 他曾试验过 眼下既不能动用识管 也不能像身上胡轮回土 穿上这件甲皱 刚刚好 识管 躲进去 反正已经进入光幕中 即便是天尊 也没有办法探寻了 这里 遮掩一切天机 不用担心泄露秘密 事关沉浮 载着楚风一路横渡 像是在跨越轮回海 又像是在穿越一片 寂静的死亡宇宙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穿过光幕区域 一瞬间 楚风来到了一方大地上 这里依旧光秃秃的 村草不生 但是天地精粹太浓了 简直浓郁的化不开 比如紫气东来 这可是高级能量 平日间修饰清晨 迎着蓬勃的朝霞 唯有采集到的第一铝器 是这种紫气 可想而知 它多么的珍贵 而在这里 却紫物音韵 真的不算少 此外 还有赤霞喷波 蓝雾缭绕 都是同层次的高级能量 让人毛孔舒张 感觉瞬间要羽化飞生了 此外 这片地带 更是有稻族物质等 都是天尊大能所需的 特殊物质因子 一般人吸收不了 甚至感知不到 终于又回来了 妈的 小爷进去后就不出去了 让你们敢等着去吧 除非是浑身放松了 斜斜垮垮的 几乎就要躺在一块大青石上 不想动了 他终于是逃到这里 还真不想被天尊监控了 心太累 另外 五蜂子一戏 必然要找他算账 你们能奈我何 我就躲在这里了 五蜂子难道还敢杀进来 楚风进来后 身体不再绷紧 他觉得 与其请九号出去 还不如自己待在这里算了 因为他可是知道 九号这种生物 原则性太强 说不出去的话 你就是求爷爷告奶奶 叩手祈求都没用 当初 他跟老谷都篡夺过 想带上九号一起行走 在阳间大地上 到时候谁敢惹呢 可惜 九号不理他们 现阶段 楚风不想受那股气 干嘛非要低头请人 干脆在此地闭关算了 让外面的人干等着去吧 短时间的 小爷 不伺候你们了 他是哈哈笑着 什么时候心情好了 在尝试带九号去受力 然而 愿望是美好的 道路是曲折的 结果是不可能的 就这么一瞬间 楚风寒毛倒数 他感觉自己如同一个婴儿 被一头大型猛兽给盯上了 浑身森寒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接着 他感觉自己要炸开了 身体要瓦解了 强如大胜之躯 也快承受不住了 远处 无声无息出现了一道身影 他很瘦 寂静地出现在那里 尤其是脸上没有多少肉 身体更是很干枯 在他的头上 发似如同枯黄的野草般 一双毛子绿油油的 再散发 如同野兽盯着猎物般的光芒 至于在他手里 拎着一条大腿 他嘴角带着鞋 正在啃呢 咳 查一声 骨腿碎裂的声音传来 他一边拎着血淋淋的大腿 一边在盯着楚风 九号 风采依旧 还是那个样子 还是在吃大腿 这也似乎是他的特殊癖好 是他的最爱 这片神秘的谷地 较深处有一片高原 有一个血池子 里面有许多尸体 老谷曾望了一眼 倒些冷气 那些尸体生前 全是恐怖强者 可是 如今似乎都成为 九号的专属口粮 而他最爱吃大腿了 前辈 楚风赶紧见离 可是许久未见 九号似乎已经忘记了他 偏着头 拎着大腿 一边啃一边走来 结果 这虚空都在崩塌 黑色的大裂缝蔓延 大道符号闪述 烙印天底间 不断轰鸣 要让此地炸开了 前辈 是我 收起死死缕缕 外溢的能量 不然 咱们就要一阳两阁了 楚风喊道 他发现 那些黑色的大裂缝 都要蔓延到他身边来了 这么下去的话 他肯定会被虚空裂缝撕利 不到关键时刻 他不想用识罐 也不愿用轮回土 与小木毛 剁一副九号 估计伤不了这种存在 然而 这种喊话没用 九号像是六亲不认 眼中凶光大声 直接扔掉手中的大腿 大步流星向他这边 二来 一刹那 天塌地陷 真是太恐怖了 天婴在四分五里 大道轰鸣声震耳欲聋 简直像是十万头野龙 在被九号追赶 在被驱逐 所过之处 虚空撕裂 各种异象分成 楚风转身就跑 这也太吓人了吧 而九号居然不讲 昔日的交情 看见他 就如同看到了 真摇眉位一般 楚风二话不说 直接将十几大车的血肉食材 都搬运出来 扔在光秃秃的大地上 一刹那 大道呼鸣声消失了 所有虚空大裂缝都定住了 而后又慢慢愈合 天地瞬间安静下来 此时万类俱寂 仿佛都可以听到星空中 各种星体的呼吸声 因为九号怕毁掉这些食物 他收敛了自身所有的气息 再也没有一丝的能量溢出 这一刻 楚风几乎泪流满面 曾经的交情呢 毕竟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虽然没怎么交流 但也低头不见抬头见 可是到头来 说什么都不好使 还不如直接送上 十几大车的血肉食物管用呢 送 送我的 九号开口 声音沙哑 其实这是比史前时代 还要久远许多的语言 理论上来说 楚风听不懂 但是九号在释放特殊的精神波动 能够让他听明白这些话 是 孝敬九师傅的 楚风拍胸部大声说道 哦 孝季啊 是你 我想起来了 你 真不错 少言寡语的九号 此刻居然难得的说出了这么多字 楚风顿时无言 真是又要泪流满面了 之前你怎么想不起来 都要追着吃活人了 此外 小鸡这个称呼 也太不中听了吧 实在是让人开心不起来 此刻的九号称不上和蔼 但是却平和多了 最起码不是凶器滔天 不是一副饿死鬼的样子 他从血石堆中扯过来一条大腿 直接就开垦 那种声音 那种糖血的样子 让人发毛 千伯 味道如何 很新鲜 九号难得的回应他了 这只是开胃小菜 我给九师傅准备了更大的一份礼物 比这些小菜强的何之百倍千伯 这些如果喜欢 那大菜 估计会让前辈更加高兴 楚风磨叽 他是打定主意要将九号忽悠出去 绝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 在这里待下去了 因为他发现 没有血石的话 九号可能将他都给吃掉了 而十几大车的食材 估计九号吃不了几天 千伯 你看 这是九头鸟 这是十二亿银龙 您先尝尝 味道怎么样 是不是格外的鲜美啊 楚风亲自挑选 拎出来半只九头鸟 和一头完整的十二亿银龙肉身 不错 九号依然是老规矩 扯下一条龙腿 又扯下一条鸟腿 嚼起来嘎嘣脆 血液横流 九师傅 我跟你准备的大礼包就是 天团都在外面呢 天团 九号不解 楚风呢 就慢慢跟他解释 就如同美团 是送美女的 天团 是送天尊的 外面有一群天机食物 都是活的 血气滔天 他们的腿 那味道 简直了 好吃极了 刚才的九头鸟 还有十二亿银龙 算是真摇吧 天团中就有这种生物